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星期三的凌晨,二甲第十四輪繼續進行 屆時會有AC米蘭客場挑戰黑雷莫立 兩隊近況相差甚遠 黑雷莫立正遭遇不勝的打擊 球隊狀態持續低迷 而AC目前在各項賽事取得連勝 此消比獎,今鋪理應看好AC全取三分 M直播介紹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星班馬的黑雷莫立很明顯尚未適應頂級聯賽的強度 球隊至今僅錄得六和七負的戰績 長期處於鋼班區邊緣 同時他們亦是當下以甲為了一支還未錄得過勝職的隊伍 整體表現都頗為糟糕 黑雷莫立上一個賽季在二月引以為澳的進攻端 他在甲級聯賽中處處碰壁 軍場0.85個入球數已經輪為聯賽倒數 近三輪比賽已有兩仗吞彈 出見球隊的進攻狀態依舊難以穩定 而且他們今季主場表現嵌憂 期間輸球概率接近七成 合計入球數僅只有兩個 在中地利都這樣發揮 也難怪黑雷莫立如今淪為倒數之列 由球隊之前和拿玻里和拉素的比賽不難看到 在面對勁類的挑戰 黑雷莫立毫無招架之力 期間單場失球數均達到四個 後防線形同虛切 而今次的對手是衛免的冠軍AC 其實力無需過多講述 狀態未見反彈的黑雷莫立主場都淪陷在職 另一邊的AC 在歐冠上以三勝一和兩副的戰績收官分組賽階段 昂首挺進十六強 令球隊士氣大增 上一仗回到二甲 AC順勢再摘勝果 雙線軍全來佈折 觸見紅黑軍團的近期狀態頗為不足 雖然球隊當下雙兵較多 二霸欠莫立 沙利麥卡斯 卡納比亞等人目前仍在養傷優戰中 但是基奧特和柯南迪斯士亦都將被罰停賽 但即使如此 紅黑軍團的紙面實力依舊在上述黑雷莫立之上 加恩球隊在進攻端上 仍有利亞奧、迪亞斯和列比錫等人坐陣 上述三人至今合力為AC貢獻了十二球 該項數據已經超過了黑雷莫立全隊的入球總數 並且不論是防守端屬強屬弱 雖然結果已經顯而異見 但就憑直著紅黑軍團更勝一籌的火力 就足湊支撐他們最終少立三分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